我们也祝福寻寻的愿望能够早日实现 今天上午有百年历史的西罗大桥风桥 迎接了600多辆的重机到来 除了行销西罗观光产业之外 重点是要宣导重型机车的正当休闲 我们随着镜头带您去看看 全台重机在西罗大桥会市的壮观场面 超过600辆重机 穿越百年历史的西罗大桥 吸引当地民众拍照留念 今天早上起的大早 就好像我平常拍戏一样 我没有驾照我不敢骑 所以我很遵守那个交通规则 等一下就是说我们一大批的 我们所有重机的朋友会从这边西罗大桥 会骑过去 跟我们那个太平马的马祖会合这样子 缓慢的行进西罗大桥 我们要进入西罗老街 去体验当地的人文风情跟他们的热情 这次多达630多辆的重型机车 大会是西罗老街 不仅相当海贱 也希望提升重机的正面形象 结合重机车队来推动地方观光 看能不能让地方繁荣起来 一方面是让大家知道 这个重车是一种正当的休闲娱乐 然后注意驾车的安全 骑得帅不要骑得快 苗房串联老街店家与在地居民 以封街办喜事的方式热情招呼重机歧视 根据交通部公路总局经理所数据显示 2011年零有重机驾照人数有11万3090人 2012年为14万0715人 到距离底达到18万3099人 两年成长幅度约62% 集成重机的风潮越来越明显 新航亚特电视张博顺料立芬 台湾云林报道